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薛云进给我汇报过 韩柱教的死因 怎么 有问题吗 韩柱教的病房有打斗的痕迹 这一点教务长没跟您说吗 哦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归纳的疑点 事发之后我去过那间病房 但是还没有等我查清楚 就被薛云进给逼走了 但是我已经注意到地下了 有一个女人的血脚印 十二号 你在干什么 我之前一直在病房里 我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就大喊了几声 恰巧段思琪的鞋上有血迹 结合着种种证据 我怀疑段思琪当时引开守卫 溜进了房间 结果被韩柱教给绑架了 这时候薛云进到了 把韩柱教给杀了 薛云进的报告里 媒体到这一段 他想引试什么呢 科长 我觉得薛云进想带着段思琪 逃离特训营 说 段思琪当时被救下来之后 我发现薛云进的车 正背离着特训营的方向跑 这不是特训营的方向 你要带着他跑 前面还有人坚硬 交务长是去抓他们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人都跑了还不去抓 那事发之后 韩柱教确实有同伙存在 但是你想想 他刚把段思琪救下来 又怎么可能带着段思琪 一起去冒险呢 所以 他在撒谎 薛云进这个人不可信 我觉得您有留个信啊 给我暗中监视薛云进和段思琪 尤其是他们两个 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我要知道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是 不能 让他有任何的察觉 明白 科长 在薛云进的办公室 做点手脚 有点麻烦 我会找机会 把他调开办公室吧 那我先出去了 席却的任务失败了 我们失去联系了 要不要我马上安排营救 组织上有更大的任务交给我们 我们不能英小失大呀 暂时让大家进入休眠状态 明白 那 抓捕段思琪的行动 还用几血吗 当然 段思琪 不可能一辈子躲在特训营 他只要还活着 就一定会落到 我们的手里 来 师傅 盈儿来了 拿来什么东西 难得在您家吃饭 不得买点菜回来 买这么多呀 茄子 辣椒 还有芹菜 里面还有肉呢 咱们爷儿俩吃得了吗 吃不了 我就下次再来吃呗 还有下次啊 怎么师傅啊 就请我吃一次啊 吃不了 你拿走 对了 思琪怎么样了 上次 韩柱叫死 给他吓得够呛吗 思琪还算激励 上次一出事 就跑回自己病房了 嗯 好了 不提这个了 你先歇着 师傅去做饭 做好辣我叫你 师傅我来做吧 让你歇着 你就歇着 师傅 多放点辣啊 嘿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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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会儿怎么睡着了 师父 饭做好了啊 哪能这么快啊 师父这只手啊切菜实在是不方便 你去啊帮师父把菜给切了 最后师父来炒 师父啊您就别管了 今天啊让您尝尝徒儿的手艺 好 我这个做师父的 终于可以成到徒弟的手艺了 那我去了 哎 哎 哎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薛玉剑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干嘛呢 对不起 我在练枪呢 没子弹的 你怎么在这儿练枪啊 我就是瞎练 我说你怎么第一堂实弹考试成绩就那么好 原来在这儿开小造呢 谁教你的 我自己想的 你真聪明 小鱼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又没有来吃饭 给你带了点吃的 来 小鱼 你真好 在这儿 有小不点有大壮有你 我真的好幸福啊 小不点小了点 大壮 有时候大大咧咧的 你虽然个子小 不过就像我姐姐一样的照顾我保护我 那当然了 我是江湖传言的小鱼哥 小鱼哥 小鱼哥 如果以后 你发现我骗了你 你还会把我当朋友吗 当然会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好朋友不就是要相互理解的吗 小鱼 我不想再隐瞒你了 其实我不叫艳丹臣 我叫段思琪 你就是 子刚老提的那个思琪姐 你认识子刚 嗯 你说说你 人家小鱼在的时候啊 你一脸冷漠 人家现在走了 疾病了吧 这两天好点吗 好多了 这一天都归杜子刚 帮了我不少了 杜子刚发现你的身份了 这小子很聪明 又有商机系 赵宝 温商量一下 看能不能 倾当他作为我们的外卫人员 我觉得肚子刚那小子也不错 好好培养啊 吃块材料 对了 也不知道小鱼找到段思琪了没有 要不先见见肚子刚 也许 他会知道一些内幕 行 我爹他身患绝症 是病死的 就是段伯伯 他死的有些奇怪 哦 对了 还有思琪 他绝对不是共产党 其他的 我就不知道了 老赵 觉得怎么样 我看行 你们打什么呀 迷的 子刚 你不是提出要加入我们吗 今天我就告诉你 欢迎你的加入 真的吗 太好了 那你们真的是 你不是猜到了吗 子刚啊 你现在可还属于外卫人员 蔡叔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把小鱼找回来的 不行 你不能去找他 为什么 小鱼 参加了国民党特训营 在西山受训呢 国民党特工 不行 我要去把他找回来 你站住 小鱼的事 我们不能管 小鱼当初就说有事跟我商量 我当时太忙了 没顾得上他 要是我多关心关心他的话 也许他就不会走了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你给我站住 小鱼 小鱼是我的女儿 最心疼他的 应该是我 每天我看到他房间里空荡荡的 我心如刀割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情感影响到大局 就听你蔡叔的吧 他心里比你苦多了 我们最心疼他 这多多多不管了 我们最心疼的 你都用那个肯定有个人 我做小鱼 和我照顾你 小鱼 你真正在理论 小鱼 忍悉 你也有什么 你也不想 你会责辞 我 我 你也不想 现在也不是时候 但是 我们也不能看小鱼走错道啊 小鱼不会走错道 我相信她 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对不起 小鱼 云哥让我守住秘密 所以我就隐瞒了所有人 但是我现在不想撒谎我 尤其是你 我能理解的 但是既然是秘密 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包括小不点和大壮 为什么不能对他们说 一个秘密 如果知道的人太多了 就不再是秘密了 对了 你不觉得薛言金的理由很牵强吗 就算是避祸 也没有必要非要你加入特训营 更没有必要诬陷你通贡啊 也许她有事瞒着我 但我相信 她是为我好 你就那么信任她吗 除了她 我还能信任谁啊 我呀 小鱼哥 喂 好 好 那你明天 继续陪我练 好 其实啊 你已经练得不错了 你比曾旧让遗憾 真的呀 真的 可能是我今天比较放松的 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了 不跟我分享一下 我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小鱼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你的事情 不能告诉任何人吗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想骗他 你怎么不吸取教训呢 你这样会很危险的知道吗 在这里只有二号 四号和七号 是我的朋友 我宁愿自己危险 我也不想欺骗朋友 如果你今天告诉二号 明天告诉四号 你就不怕他们哪天告诉别人 你不怕他们出卖你吗 我不怕 四七 在特训营里面你只能相信我 不能相信任何人 可是我已经告诉他了 等你以后遇到真正的好朋友 就把你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 你怎么长白头发了 哪有 你别动 你肯定是想我想的长白头发 你瞎说 我看看 掉了 骗我 我没有骗你 刚才掉了 你就是骗我 我骗你干什么 我看看你有没有白头发 为什么 我肯定没有 我看看嘛 我肯定没有 我看看嘛 云哥 看看 我得把灵灵 放我的斋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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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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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心理课程就交给我来负责 今天 我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小游戏 需要有一位学员来配合我完成 选我 选我 我十四号 九号学员起立 你的发下掉了 这不是我的 那就送给你 我才不要这种廉价货 廉价货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它是个廉价货的 这钻一看就是假的 金子倒是亮晃晃的 但明显就是镀金 看来你很懂啊 怎么没见你带过 你不要说是因为学员们不允许带这些首饰啊 你们这些女生 谁不私藏几件首饰啊 我天生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怎么了 从这段对话中 我能得到的信息是 九号出身不错 但是现在家道中落 他很忌讳让人知道这一点 所以 在他自信的外表下 隐藏着绝对的自卑 如果这是在行动中 我就会抓住这个弱点 加以利用 你 教育长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有几个出身贫寒的人 能一眼就分辨出首饰的真假 教育长 为什么说他家道中落了嘞 他对首饰的分辨能力非常的强 证明他曾经非常喜欢 可是他刚才又说从小就不喜欢首饰 那只能说明一个原因 这就是在撒谎 所以 他一定有一些 不想让人知道的过往 你明明 坐下 这就是我给你们上的第一课 如何诱贡 最好的谍报员 不会直接询问答案 而是会通过受审者的喜怒哀乐 等等情绪来得到有效的线索 我还要告诉你们 感情是最不可靠的 你们现在已经走入了一种 充满着谎言 充满着罪恶的生死之路 如果你们学不会如何利用情感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你们的下场就会像九号学员一样 被敌人发现弱点 一击致命 要对不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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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教育长好像对你特别好 你们之前是不是认识了 你干嘛 找你有事 他没空搭理你 跟你有关系吗 你们先去吧 我没事 去吧 有事吗 是你让他羞辱我的 对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如果是因为这个事的话 我想你问错人了 别也有好欺负 这事儿没完 你不做什么 我没说什么 我会想你 你那是什么 你不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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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想什么 有时候 我好像不太认识你 你是说商科内容吧 这也是你的必修课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反复地算计 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一会儿来我办公室啊 为什么 来了就知道了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是我们重逢的第一白天 你还记得呀 我当然记得了 我就算把我自己都忘了 我也不会忘了这么重要的日子 云哥 谢谢你 好 思琪 其实你每天不用那么辛苦的 我和师父在这里都会保护你的 可是我不想拖你们的后腿 你怎么会拖我们的后腿呢 你不用想太多 你还记不记得啊 我们第一天重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当然记得了 你就像一只小老虎一样 把我骂了一顿 你才像小老虎呢 谁让你乱开枪呢 只可惜我们当时都没有认出来对方 要是我知道你是思琪 就一定在你结婚之前 把你抢走 如果时间能重来就好了 来 来 哦 对了 你结婚那天 你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重要的话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爹娘的死因 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会来到特学院 你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学云进另有目的吗 你结婚那天 你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重要的话 我那天心慌意乱的 所以什么事都不记得 怎么会 那可是你爹的一眼 你也再想想吧 云哥 云哥 你干嘛总问我那天的事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我想多了解了解你 可以吗 如果你要骗我的话 就骗我一辈子吧 好吗 你这话说的 是在鼓励我 让我骗你吗 我宁可你骗我一辈子 我也不想 我知道真相以后会崩溃 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感受到我的心了吗 幸亏说谎吗 不要用你的脑子想 用直觉去感受 用肚子去感受 用肚子感受 肚子饿了就要想吃饭 你没有听见 你的肚子在鼓鼓鼓鼓鼓地叫我 那我们就先吃饭吧 好 先吃饭 就是 科长 他们俩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我怎么感觉 说的话那么绕呢 你说 他们是不是在说什么暗语啊 狂风 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 但我问你 你谈过恋爱吗 恋爱 一个男的跟女的说话 一个女的跟男的说话 不说话谈什么恋爱啊 这我真听不懂 你也知道 当时我跟我们家的曹老娘们 见了面救援方 回到家我欺了喀善把是这个霸子 结果呢 这孩子就出来了 滚 说话让我偷懒 科长 那我们还继续解释 欢欢吧 喂 师父 是我 云二 怎么了 我今天又试探过四期了 但我总觉得有点操之过急 我怕他起疑心 那就 先黄昏吧 对了 师父 马上就要月考了 虽然一直是我在训练他 但他底子太差了 孙中原给的时间也快到了 这可怎么办 考试的事 你在底下自己处理就行了 别的事 我来管 只要你努力 是 师父 谢谢你 怎么样 他答应得太快了 我觉得矿方监视我 十有八九就是他安排的 难道真是他干的 事情约接近真相 就越可怕 好在他已经消除了部分怀疑 但他的信任是阶段性的 我们得抓紧了 明白 我看你还有个难题要解决 你是说四期啊 你为了试探马慧龙 故意让四期怀疑你 你就不怕他真的起了疑心吗 只要他平安就好 其他的想不了那么多了 这些事情 你都不怕了 这是什么事 但是提高得很快 我记得第一次的实战训练 就打出了平均七环的成绩 他的搏击 翻译密电码 这些科目的成绩提高都很快 有的时候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马上就要约好了 你给我好好观察一下 我要知道段思琪的真实成绩 是 好 去吧 好 来吧 好 我知道 诶 她在那儿 诶 她在那儿 诶 你怎么了 诶 诶 你在跑撞树上了 你怎么了呀 跟她吵架了 小鱼 我怀疑她欺骗了我 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有什么好不知道怎么面对的呀 当面问清楚去啊 我问过了 可是她总是转移话题 那就一定有问题 下三滥 以后再偷看 把你抓到教务处去 小鱼 谁在看我们呀 你没有发现吗 这里的每一个人 包括厨子 医生 甚至是清洁工 都是经过训练的特工 他们时刻都在监视着我们 我不知道 思琪 训练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如果你怀疑薛云精 要么你就找她问清楚 找到答案 要么你就当做什么事都没有 仔细观察她 找出线索 讨厌撒谎 我要找她问清楚 三一太本名邱延 一年前她嫁到了杜家 杜宇时死后 她就失踪了 一年前 也就是说 有人一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这个人啊 很有可能是你师父 我又查到了三一太 另外一个身份 她是你师父的小姨子 如果这是她的一盘局 不就是局里的棋子啊 是我亲自把自己带入陷阱 却还对她感恩戴德 你干吗去 我去问清楚 你傻子你 你去了就是找死的 你听我一次 你去了能干吗 就算她算起了私情 又能怎么样 她是你师父 对你又有恩 势力还那么大呢 你说的没错 她是救过我 救过我爹 但她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而肆意地捕杀和想害 对了 有事你得帮我们一下 说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把私欲给我整理好 滚蛋 那你自己的事 她说 怀一勋竟骗了她 她很苦恼 不知道怎么面对 还有什么 后来我差点被她发现 就离开了 好 你做得很好 你要继续接近她 争取她对你的信任 尤其要注意 薛云进 跟她说了些什么 有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 向我汇报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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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师傅 师傅 您怎么了 她头疼的老毛被幼犯了 疼死我了 我去给您拿点药 师傅 来 她把药吃了 哎 来 我来 我们回去点一下 哦 哎 哎 我可是 我可以 师父 要不然送您去医院看看 去医院没用 我这类病我知道 你找我 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去医院